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晶圆代工大厂格罗芳德 Global Foundries日前重磅宣布 它计划在其位于美国纽约马尔他的制造工厂内建立一个基于西光子技术的先进封装和晶片测试中心 Global Foundries表示,在美国商务部和纽约州的资助支持下 这个史无前例的中心旨在使半导体能够完全在美国路上安全地制造、加工、封装和测试 以满足对格罗芳德西光子学和其他关键终端市场所需的基本晶片 日益增长的需求,包括人工智慧、汽车、航态和国防以及通讯 AI的增长正在推动西光子学以及3D和易构集成HI晶片的采用 以满足数据中心和边缘设备的功率、平宽和密度要求 西光子晶片还可用于满足汽车、通讯、雷达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应用的功率和性能需求 为了满足这一不断增长的需求 Global Foundries的纽约先进封装和光子学中心预计将提供 Global Foundries差异化西光子学平台的先进封装、组装和测试 该平台将光学和电气元件整合到单个晶片上 以实现功率效率和性能优势 在Global Foundries的Trusted Foundry认证下 为航空航天和国防客户提供完整的交钥匙先进封装、突快、组装和测试 使用于敏感国家安全系统的晶片 在生产过程中永远不会离开美国 使用Global Foundries的SHAR、LP+,22FDX和其他领线平台 为3D和HI晶片的先进封装、晶圆到晶圆建核、组装和测试 提供新的生产能力 Global Foundrie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Thomas Caulfield博士表示 他们很自豪能在州和联邦层面合作建立这个新中心 这是对他们的客户要求在其供应链中增加地质多样性的直接回应 并为Global Foundries西光子学、Trusted和3DHI产品的先进封装解决方案 提供额外支持 纽约先进封装和光子学中心将在他们的行业中独树一致 并将在帝国州立大学世界级半导体制造和创新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中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纽约先进封装和光子学中心旨在扩展Global Foundries的先进封装能力 将晶片转化为可供最终产品使用的单独封装的过程 为客户提供基于Global Foundries的美国端道端晶片解决方案 用于Global Foundries纽约制造工厂制造的晶片 在整个半导体行业 当今最先进的封装都发生在亚洲 Global Foundries对纽约先进封装和光子学中心的总投资预计为5.75亿美元 未来十年 多将额外投资1.86亿美元用于研发 预计在未来五年内 这些努力将在纽约创造大约100个新的全职工作岗位 纽约州将为新中心提供高达2000万美元的新支持 这是对之前宣布的纽约州绿色晶片计划 对Global Foundries的5.5亿美元支持的补充 美国商务部将提供高达7500万美元的直接资金来支持该中心 以补充之前根据晶片与科学法案宣布的Global Foundries补贴约15亿美元 目前Global Foundries在其位于纽约马尔泰的晶圆厂 拥有约2500名员工 自2011年开业以来 已向该工厂投资超过160亿美元 Global Foundries的纽约晶圆厂拥有可信贷工厂认证 并与美国政府合作生产安全晶片 美国半导体在晶片与科学法案影响下 正积极大幅踏步前进 与此同时 欧洲四大领先研究机构的负责人齐聚一堂 共同启动首批五条欧盟晶片法案试验线 比利时IMEC的Luke Van Denhove 法国CLT的François Jacques 德国Francofer Gesellschaft的Albert Huberger 意大利Consilio Nationale del Research的Stefano Fabris 和西班牙ICFO的Bolario Pronary 与新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Hanna Merckner会面 试验线旨在弥合研究创新与制造之间的差距 加强CMOS的半导体生态系统 由IMEC主办的这条耗资14亿美元的 NinoIC试验线将超越目前正在开发的2奈米工艺技术 覆盖从1奈米到0.7奈米的7A工艺 其他合作伙伴包括芬兰、VTT、罗马尼亚、CSSNT、 爱尔兰、停德尔国家研究所 以及曝光设备制造商ASML IMEC 还有其他有CALIT协调的低功耗FDSOI FINGS试点生产线 由Franhoferg Celshaft协调的 EGO系统集成APIS试点生产线 以及由ICFO协调的光子机体电路 PIX Europe试点生产线合作 第五条试点生产线 由意大利Consiglio Nazionale del Research领导 专注于新型宽禁带材料WBG APIS生产线已于去年12月启动营运 Franhoferg IPMS项目经理Kai Zajek表示 APIS试验线的一个关键资产 是其分散的结构 它结合了来自德国及其他地区 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 APIS一站式服务中心位于柏林 为客户提供EGO集成 和Chiplet小晶片技术的定制解决方案 在这里客户与APIS合作 确定最终产品的最佳路径 一旦概念成型 APIS庞大的合作伙伴网络 将与客户深入合作 打造最终的原型和产品 它补充到 法国格勒诺布尔CLIT的生产线 正在开发一种FDSYD公号工艺 工艺精度可达10奈米 超越目前的22奈米工艺技术 总体来看 欧洲半导体 正在美国半导体晶片法案的带动下 发展出自己的一条路 结合自身优势 开始大力研发 从新型成熟制成 至未来先进工艺的 1奈米级晶片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